今天請來的朋友是大班 鄭兼漢 大班一向以大膽感而見稱 但有人認為他尖銳潑勒 傳聞他因為備受壓力而要封咪 究竟是真還是假呢? 在領會事件上 他被指為幕後黑手 四年的從政生涯 為他帶來多少苦與樂 得與失呢? 大班先喝杯 多謝你接受我邀請你飯局 為什麼人人都叫你大班這個綽號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像不像? 像不像就行 像肚門長肥 肚門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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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老闆的時候 伙計說我像老闆 很多列節已經有這個情況 坐了回來的時候 其實鄭兼漢也不是你本人的姓名 姓就是命 書名 那你真正身份證的名字是什麼名字呢? 也是鄭兼漢 我有個遇名的 以前就叫開遇名的 遇名是嗎? 福仔福仔 那即是鄭永福是你的名字? 是的 你的確是和徐雲 朱小姐 朱小峰小姐 註冊結局分了 第一是鄭兼漢 第二是有緣份的事 即是禮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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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了 還有一件事 如果對方不承認有一段感情存在 你根本不懂得評估 那你怎麼認識小福姐呢? 當年是因為籌款在溫哥 建中華文化中心 我就想想搞一個concert 當時在香港最紅的兩個人 一個唱英文歌的就是杜麗沙 Theresa 一個就是徐小鳳 就請了他們去幫我們籌款 那你一見到小鳳姐的第一印象 你覺得她怎麼樣? 一個很成功的歌手 因為很好人 那你搞這個演唱會一定跟香港很多演藝界的歌手都有接觸 那除了小鳳姐 我搞過徐小鳳 杜麗沙 羅文 陳秋霞 問出鄧麗沙 曾經去印尼 去印尼的時候 去日本用了印尼的護照 出個麻煩 你幫過手吧 當年我剛剛簽了他 準備去美國全美洲巡迴演唱會 誰知道他在日本出了事 我很重要去找他 就是這樣 你是搞得怎樣? 我心裡去了美國 留在美國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對你認識的私底下 很聰明 我覺得這麼多藝人 他很聰明 書讀得不太多 很早年出來唱歌 但是他知識很豐富 又很肯去學習 他在洛杉磯的時候 他又上學 他學什麼? 學英文 其實他想讀書 好了 先讓你吃點東西吧 第一份就是番茄湯 我那份是意識集菜湯 請起吉 你不是跟我一起喝同一個湯嗎? 多些款式介紹 我這個是掃 但你那個也是掃 你做食家嗎? 假裝 你是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是的 我在香港出生 你有多少兄弟姊妹? 三個妹妹 你最大的 我最大的 那你讀書是否有多少年? 不得勤 合格的? 合格 聰明 你讀完中學那年應該是多少年? 六、七年? 我沒有讀 你讀了幾年? 我讀中三年 那接著怎樣? 去了Hacko做學生 因為有錢收 又有書讀 即是香港飛機工程 飛機工程 為什麼去那裡學那個學生? 你喜歡那個飛機工程? 沒有什麼喜歡的 那時候你沒有錢 沒錢讀書 第二樣東西 你要找門手藝 那有多少錢呢? 做學童 那時候做警察一樣 那時候有幾百元 你畢業後就在那裡復告? 不是 我一畢業後就離開了 因為那時候加拿大聘請人 聽到加拿大的航空公司請人 當然快點離開 因為這樣你就移民加拿大? 是的 在滿地河 現在專門做私家費的公司 多少錢的工資? 我當時計時薪 三個多人只一個小時 三個七號半 一個月出量 也有四百元加資 挺好的 但是後來那時候又有一個移民潮 香港很多人開始去加拿大投資 我當時又做過談判 又認識很多人 我當時也叫社區領袖 有人鼓勵我 不如你出來做顧問吧 我有一些生意給你做 想想 也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離開了一間公司 星島曾經是我的客戶 胡小姐找我幫過忙 你是在這樣的冤緣之下認識了胡仙女士嗎? 是的 幫她處理一下我的業務 她是我的貴人 算了是你的白樂 是的 到今天也很感謝她 因為她接著就叫我回香港 如果她不叫我回香港 我就不會回來 她那天真的給我工作 她不如回去星島幫我忙 那時候是八三名回來 她叫你回來處理香港 星島的業務 是的 我負責這個業務拓展 還有她是希望 她打算我 這麼多事搞 這麼多巧 她打算你不如回來幫我改造一間公司 所以就回來了 你回來對那個集團有什麼改造 記憶深刻印象 嘩 是我的成就之一 沒有什麼成就 是一個很古老的機構 就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機構 你作為一個外人 進去是有很多困難 那時候我也是很亂青 處事又不夠成熟 二十多歲 處事不夠成熟 你變了很多禁忌 踏了很多地雷 很難 煩眾憎 是 變成一事無成 我都覺得是這樣 我主要和她搞好形象 但問題做了兩年後 發現是很難做的 因為你每做一件事 都會有很多山頭 很多阻滯 我想如果再做下去 我終於就會和傅少爺翻臉 不如就保持一個友好關係 我不做好 那時候也很奇怪 那時候就是加拿大 那時候搞團門輕便鐵落 政府要搞團 加拿大就走過來想投票 又是找了我 我認識他們 他說不如你幫我們做國民 負責這個投票項目 好 我就出來做 那時候是盡投票的有的 不過政府當年大家都短視的 其實告訴你笑死你 那時候我又是不認識的 如果有很多事情 今天有這樣的網絡 網絡已經好 或者今天有這樣的智慧 你想想那個丟好得如何 政府是說給你經營25年 你出錢就可以了 然後所有屯門輕便鐵路的常蓋發展 全部都給你 那時候拿十億出來的 現在可能是一千億的 但是終於沒有人做 因為那時候是中英聯合聲明 大家對香港沒有信心 那就是終於政府自己拿錢去做 嗯 那結果這個屯門輕便鐵路的計劃之後 好像加拿大政府那邊 仍然希望在內地發展繼續 是啊 他叫我買地鐵 那時候也是發財 那時候說如果這些事情 我做了20年做的事情 我到上海 去到全中國 廣州 周圍 各個省長 市長都給我簽這項書 起地下鐵路 不過你以為加拿大政府出錢 那又是找不到人投資 你做一些顧問 其中你講過都和加拿大政府 在內地那裡做很多的商討 初商 是不是在那個位置那裡 認識到迪娜小姐 是啊 因為中國關係很好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我都說普通話都不認識 所以那時候是跟你合作的 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合作了多久啊 大家 嗯 都兩年了 那他就 還有顧問形式 還有有 如果做到就很棒 那你有沒有覺得迪娜小姐很值得來養毛呢 關係那麼好 工作能力那麼高 沒有工作關係 純粹不足 沒有追求的 你這個女人很多時候都會有些美麗的誤會 你九零年又去學人搞亞洲衛視 你在這個機遇認識 是的 是的 你覺得他聰明還是爸爸聰明 你在九九年有搞過另一項生意 叫做36.com 那次試了你幾多 都要千萬星 另外一個菜式上來了 另一份是煎爐丸牛榜大根配葡萄 我這份就是手造意識追溶雲吞 你開始就像蔡蘭的了 蔡蘭就不會像 因為蔡蘭的廣東話要不正的 還有沒有那麼大聲的 那你做這個顧問做完之後 你就自己出來再搞出版了 是的 因為那時候有個機會 為什麼我一直心心不乏 因為當年在星島 我有一個出版大計 就是出版一些系列的雜誌 因為當年香港的出版業 還是很落後的 我覺得市場有可惠 那時候我在星島的時候 就和胡小姐拿了我的Payboy 這個其中也是一個原因 我離開星島 即花花公子 胡小姐認為 只看完計劃書可以做 我就去美國談 然後就跟蔡蘭的女兒 Kristine談了 她又很喜歡 因為對手也是女人 兩個女人 一個是東南亞的出版女王 一個是美國Payboy的女強人 她想著這個人有故事說 一拍即合 就給了一個授權 升到出的 為什麼 胡小姐回來跟她說 她又說 聽了一天說 我說不行 我們升到一個 這麼老牌 這麼保守的集團 出Payboy 她說不太好 不如不要做 你搞定她 我已經簽了 別人準備全世界開發佈會了 那我就說 你搞定她 我飛回來 找Kristine 她說 以後我不想看到你的樣子 你以後不要走進我的辦公室 那就算了 就解藥了 兩年後 我又真的被冒 就飛回去 人家說不見你 你又走了 她真的沒有見我 找個夥記見我 終於還給我做 我找了一些朋友去合資 當時要多少錢 那時候也有很多錢 大家集資了二百萬 你什麼時候開始看《花花公子》 你自己有沒有經常看 讀書的時候有看 《花花公子》很多人都不明白 很多人當作是一本 《色情集資》 其實就不是 他很有名的 有面子 卡斯特羅也訪問過 卡特也訪問過 還有很多諾貝爾得獎的作家 幫他寫短片小說 其實他就用這些東西去包裝 中間大業 人家就買《花花公子》 告訴他們 我不是看中間的頁 我只是看訪問而已 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看《花花公子》 我看《花花公子》 你明白嗎 這是一個包裝 在香港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那個女士拍照的是誰 鄭文柳 是香港小姐 是的 她很健康的形象 還有很難得她有膽子去拍照 那時候 你怎麼能碎到的 鄭文柳 不是我是碎的 林毓華 因為林毓華和他一起在一起 後來做了多少年之後 你將他拱手賣給人 其實就做了兩年左右 不是做了很久 我當時是被迫賣的 因為當時我們出版集團開始發展 那時候是跟美國的財經集團 談了合作的 不過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你不可以出匹配 哦 有一個排他性 是的 他覺得那個形象 就是不可以統一貫徹 那我們就賣了給人 但你真的有很多想法 你賣完花花經紀之後 你又不是只做出版 你九零年又去學人搞電視 那些亞洲衛星 那些是好東西 當然是好東西 你賣得比較好一點 哈哈 不是 不可以出版 好 就是這樣的 那時候 亞洲衛星升空 就是第一顆 中國發射上去做通訊衛星 那時候我和你拍檔 就看到一個相機 我去了MTV 就和他簽了一個MTV的台 簽了之後 那時候 亞洲衛星升空 沒有理由去看 然後就準備搞 誰知道那時候Richard 就剛剛回香港 即是李扎雞 他們就 他們投了這個友善電視 投了他們好像不做 Richard就認為沒得做 不過現在又做NOW 即是他也錯了 不是環境不同 他經常說 我不懂做生意 我也覺得他也錯了 那時候搞衛星電視 證明他真的很厲害 他就發現已經不做到音樂 因為我們簽了一個Transponder 就說明在亞洲衛星電視裡面 我們唯一一個可以做24小時音樂節目 他不能做 他突然發現 就走來說要和我們買了 然後他和我們買了 但是他買了我們之後 他就很多錢買了給媒黨 幾十億美金賣給別人 我們買給他老實說 你不是很貴 這樣算是很少的 這樣算是很少的 那他沒有分給你嗎? 那他為何大家做朋友 你在這個機遇上認識 是李扎雞嗎? 是的 一直有來往 現在還有很多來往 現在也有來往 現在都是朋友 這個可以承認 因為他承認 至少他不會走出來 我和男朋友不太熟 他在政治上的發展 有沒有跟你談談 沒有 因為他認為他現在是民主鬥士 他是支持真主 那你覺得他是甚麼 我覺得一個這麼有錢的人 就是一個這麼成功的商人 他支持民主 我們當然支持他 你覺得他是怎樣的? 很厲害 很厲害 一個很有魄力的人 很大膽 你覺得他厲害 還是他爸爸厲害 沒得說 這件事 他爸爸是白手卿家 當然Richard也認為他自己是白手卿家 但是他兩個不同的 不同的士兇人物 你把現在Richard放在 當年李嘉誠的年代 我想他飯都沒得懂 所以不可以這麼說 但在1999年 有搞過另一項生意 叫36.com 其實不是我搞的 很多人對我很不公道 我提起這件事很好的 你提起這件事很好的 那時候是一個.com熱詞 Richard就搞了一個PCCW出來 很厲害 那時候他一直都有跟我說 也想支持我搞一些.com 但我真的不懂 我就找了別人做.com的專才去做 我就是一個投資者 當年那個.com的泡沫爆破 只有Richard可以 每一間都收拾 還有你水尾 那時候 還有我們水尾 所以很多人就說 你做生意不可以 很多人就把這件事 做生意不可以 當然責任不能承擔 那時候試了你多少 都千萬星 都很慘 都很慘 我們有一樣不同 我們那班全都是專業人士 就真的以為繞一個網站出來 真的去做 就錯過了時機 你說說水尾 有些人就博模 寫著.com三個字 就走上市了 什麼都沒有 掠個水線 如果我們當時這樣做 就很好 很棒 然後才再想做什麼 但我們當年就用了很長的時間 去做籌備 去策劃 然後再上市 但已經水尾了 那01年茶杯那本雜誌是正確的 那是36.com的東西 那是 為什麼呢 其實又是一個故事 很多人批評我做生意不可以 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我們當年 我們有一班股東 很多好人 就是.com的bubble爆了 知道木耳為計 如果做網站 那時候我們有200多個員工 那如果不做 我們有股東 就很證明 那是銀行家 他真的應該聽他話 其實如果做生意 他就很簡單 我們還有筆錢 在這裡 炒了這些人 拿著錢 慢慢有機會再投資 但我和其他股東 就真的 就覺得在這個時候 炒了200多人很辣聚 那我和幾個股東 就說 不如我們想想有什麼辦法 可以用回這些人 想想一本正氣一點的周漢 打個周漢市場 這個就是錯的 原來沒有黃賭毒 是沒有人看的 我記得茶杯不單止沒有黃賭毒 連娛樂新聞錯錯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就變得不掉了 起碼對員工有交代 我們試了這麼久 始終大家都盡力 沒有辦法做到我們的理想 那就不要做了 黎智英在開一周漢之前 也有找過你談的 這是很尷尬的問題 因為我經常說是他師父 他生氣到現在 其實也是 真的 你真是他師父 沒有這麼說 現在他說我清除以南 如果我真是師父 就清除以南 因為當年他做出版 那一天他們來找我 那時候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他說要做報紙 六四之後 我問他有多少錢 他把銀碼拿出來 我說不夠 做報紙不夠 不過我知道你做什麼會行 你做本《男人密怪雜誌》 他接受了 整本書是在我的辦公室上誕生的 我借了地方給他 幫他邀請人 這樣就已經變了一本《一周漢》出來 因為事後大家不適合 有些原因 我對出版的理念有些不同 因為我覺得出版不只是一門生意 有社會公義 那那個狗仔隊文化 有沒有跟你們相談 沒有 之後 已經翻臉了 翻臉之後 之前我已經發覺不對勁了 如果有狗仔隊當然打架了 就是大家的理念 但是他很成功 他懂得怎樣包裝 因為傳媒又用民主 去包裝一些通俗化的東西 這樣就很成功 那現在你們還有沒有見面見解 沒有 我想見到各走各路 人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的個人關係 我們是很缺絕的 但是那個民主的理念 你跟他不合聲 他從來不是一個民主 幫黎智英打工 或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民主 民主是一個包裝 對壹傳媒來說 如果不是民主 所以經常有人說 我因為民主 我不見了兩億廣告是假的 因為那兩億廣告不存在 那你要做賊人 香港有很多賊人 你沒有空間 你做賊人的時候 那兩億廣告是給你的 未必有的 但是當你用民主包裝之後 你賣的銷量這麼高 那麼多人看 那些那個沒有 這是代價 這是opportunity cost 怎麼可以說沒有了 我曾經看過一個報道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形容過黎智英做中共的臥底 可以說笑的 那些不是我可以說的 很多東西入我的數 我又想 有時候很多 我們這些樹大招峰 那些是我的同事 開玩笑的 還有 我想他絕對不是 我想他不是 陸門鎮 當時亞視真的說 有政治壓力 要你們不做這個節目 商台 為何要終止合作關係 是否因為你要參選立法會 當然是 你怎麼做下去會怎樣 我辦公室給人配朋友 那現在你和商業電台的關係是怎樣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Marg蓮s 謝謝老闆 很清楚 univers才跟他結構 送 går